正經關不了 關不了正經 我大概連續上了前子的節目四五次吧 因為他的時間剛好就是我的自己節目要錄影的時間 所以我沒有辦法跑到內湖 一來一回如果要上現場節目可能一來一回就三四個鐘頭沒了 加上中間的車程 所以我都用連線的方式 各位也知道連線的話我就沒有到現場 沒有到現場就沒有車碼費 所以為了生計實在蠻不划算的 為了生計 但是我還是很樂意所有人 沒有關係只要有人願意採訪討論論文我都願意 只要時間上我能配合我絕對配合 而且我講的都是實話 所以我也不怕什麼再來告我之類的無所謂 結果前子幾次以後就沒有再找我 可是我上去看網路上 我在那邊表現也OK 對不對 點閱也超高 為什麼會不找我呢 原來前子被人家叫他要這個 來 我不多說 我們來看看這一段 到底為什麼發生什麼事了 林環牆教授提醒我們看這一段 TPBS的新聞大白話我們也常常 就這一陣子常常跟彭P連線 那我們也知道這個彭P他常常 這個語出一些證據或者是 其實我們沒有看得非常懂啊 只是當然府方啦 或者是政府的這個各項的一個人員 也會告訴我們說要自我節制啊 所以我們今天就沒有連線彭文正了 我就原來是有點害怕這樣 要自我節制啊 所以蔡總統是怎樣 要把彭文正給鬥垮鬥臭嗎 來老師 好 那林環牆教授就說了 他說 你會看到就剛才嗎 21世紀的台灣總統府的黑手 竟然敢伸進民間媒體 這不是第一次啦 他還把節目給砍啦 對不對 黃志賢的節目也被砍啦 那我的節目也被砍啦 號稱這個一藍一綠一左一右 都砍啦 然後還把整個頻道中天連根拔起啊 有在怕嗎 沒有啊 那時候王佑正的節目不是也先砍了嗎 再來 在賈博士蔡英文主政下 台灣的民主大倒退 言論自由已被嚴重操控扭曲跟限縮 在言論自由日的今天 台灣人民縱容鷹派這個法西斯政權 對得起鄭南榮先生莊嚴的自焚殉道嗎 不聲唏嘘啦 我只能這麼說 對我們這一些 曾經為台灣民主打拼的前輩 還有稱不上打拼過 只是小小的旁觀者的晚輩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痛心啊 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拿到了不起訴書 這個不起訴書呢 一共多少頁呢不起訴書有17頁 一共17頁的不起訴書 比照我的起訴書32頁 32比17 那我到底該相信哪一份呢 真的我真的是裝孝偉白天見鬼了 同時收到台北地檢署檢察官黃偉的一份起訴書 一份不起訴書 我們都把它貼在網路上 大家來拼拼理 大家給點意見 到底為什麼我會收到一份起訴書 一份不起訴書 而犯罪事實 犯罪的事實 只有同樣的一個 這在開我玩笑嗎 言論自由日開口小玩笑 言論自由日開口小玩笑 還是愚人節 這我不知道 昨天我給的功課大家做了沒 昨天給大家的功課就是 黃偉檢察官為什麼沒事去台大調閱我的 應聘資料跟升等資料 我看了一下他應該是去調閱我在台大所有的 應聘資料 包括1995年進到台大 然後應聘資料 然後副教授的應聘資料 到教授的升等資料 我從副教授到教授有點坎坷 我升等花了11年12年12年 然後因為這個過程我以後再跟大家講了 因為我就是在校園裡面一個 不沾藍也不沾綠的一個很白目的人 再加上我在傳播界 沒有朋友也沒有同學 不是因為我做人差 是因為我大學先念物理再念農推 碩士到美國念公共政策 然後再念傳播 所以我沒有在台灣的新聞傳播學界待過 所以我沒有同學 我也不會有老師 因為我的老師都不是這個領域的 你想想看物理農推跟新聞差的天差地遠 所以我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憂憂 我寧願寧寧寧偉然而淚下 沒人照 那你知道在這種邦派的學術文化中 這種沒有人照的人是很危險的 加上我又不太謙虛 就是不喜歡去跟人家磕頭吃飯啊 這個拉幫結派 所以我在台大的升等升得非常的坎坷 真是坎坷 心生 那个才叫做为了生计 不过最后我的升等 得到了我的学术界的小小的努力 得到了一些平反跟肯定 我因为申诉得到了升等 因为申诉的关系 我得以解封我所有的评审的评分 还有评审的评语 我送外审的成绩 就我的学术著作 送外审回来的成绩是87.5分 评语是空前的好 怎么黄伟检查官不贴下来当下附件 怎么不贴呢 这是我对他最不满意的地方 好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同学们找到答案没有 黄伟为什么要去台大调我的 却又不复得 是假装的 所以说是我们的 还经过定我 但是我认识 所以也会这样 连认识 对我认识 这种好 这种好 那么连计 这个好 赞 就是 我认识 恰恰造成了反正 我應聘的程序 1995 年進到台大 2007 還 08 升教授 然後 2015 年吧 離開台大 這個 20 年的過程當中 我走的路是 99.9% 的學術人走的路 每一關都規規矩矩 嚴嚴緊緊 沒有人請託 也沒有人去什麼來回詢問 我的學歷到底真的假的 證書真的假的 也沒有什麼禮喚親自主持 我的升等會議 沒有這種事情 所以我的升等的過程跟蔡同學當然不一樣 非常不一樣 所以黃偉不是幫我做了一個見證嗎 他調這些證據不是足以證明說 像正常人 像捧街頭藝人 正常人的升等過程跟蔡同學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太好了 這剛剛好是我們到台北地院的反證 而且你把我的升等資料都調出來了 審查程序資料都調出來 不是再次證明 這個不是機密嗎 那不是重重打臉的潘文中 朱俊章這些說謊的人嗎 那這個賀德芬老師的行政官司就這樣贏了嗎 你調了我什麼資料你就可以調蔡英文什麼資料 對這就是例證 4月16號台北地方法院開庭 張詠惠法官要回頭來審他被打臉的論文不存在之訴 有趣了 一審是張詠惠法官 到了二審高院把他駁回 判蔡同學敗訴 全案回到一審 法官還是張詠惠 他也不迴避 真有種 好沒關係 我就看你如何面對打臉 你如何再重新審一審 4月21號賀德芬老師 在福國路的高點心的法院 應該是4點還是4點就是最後一個停 再一次的跟教育部對上 這個時候很簡單 賀老師就直接說了 你去看看黃偉的起訴書 上面明白的去調閱了彭文正 進入台大的應聘升等資料 還包括升等程序資料等等 這不答案很簡單嗎 既然為了法庭需要可以調彭文正 為什麼不能調蔡英文 為什麼要封鎖 有什麼隱私可以的 就調來啊 全部調過來啊 我到現在還不懂 各位懂了嗎 為什麼黃偉要去調閱我的相關資料 我告蔡同學告我說我誣告 不是蔡同學說我誣蔑他學位是假的 結果黃偉跑去調我的學位是不是真的 這有什麼關係 我的學位是不是真的跟我誹謗蔡同學 會不會被告要不要起訴有什麼關聯呢 我的學位是假的 我毀謗了蔡同學我還是被告啊 我的學位是真的 我毀謗了蔡同學我還是被告啊 所以我的學位是真的 我沒有毀謗蔡同學 我還是沒有被告啊 我的學位是假的 我沒有毀謗蔡同學我一樣仍然不是被告啊 其實我不懂欸 大家有答案嗎 給我一點迷津好不好 我到現在還是搞不懂 還是這個黃偉故意 故意在大街打人 在小巷子裡面呢 留福利給我 給了我一個線索 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值得推敲 好我們接下來來看看這個不起訴書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馬上回來 精彩在後頭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